大家好,我是树根秀木 在1997年的7月15日 美国迈阿密阳光明媚的一天 世界著名的时装大师范思哲出门散步 回到位于海滩边的豪宅门前时 只见一个头戴红色棒球帽的年轻人 忽然从马路对面走来 举起手中的枪 接着范思哲倒地身亡 在他身边还有一只燃血的鸽子 这范思哲是全球文明的服装设计大师 创造了诸多经典造型 他的忠实用户更有着诸多的社会名流 只是其这次意外的去世 也让他的妹妹多娜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一下子就成为了范思哲帝国的新任掌门人 这位极才华与魅力于一身的时尚圈女魔头 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波 另一边杀害了范思哲的凶手 乃是美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 安德鲁库南安 他出生于美国的中产家庭 可却又成长为了一名收费锻炼的男性 那他又是怎样与时尚圈呼风唤雨的大师 联系到了一起 今天我们就通过美国犯罪故事来聊一聊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1969年安德鲁出生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他的母亲来自意大利算是犯死者的老乡 父亲老莫则是一位菲律宾人 在美国海军服役参加过越南战争 朗莫的性格非常强势在家中说一不二 听不得任何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对待安德鲁的母亲更是十分粗暴 甚至有些许的家庭暴力形象 但安德鲁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却备受父亲宠爱 像王子一般不知人间极苦 家里的一切家务活 都由他的兄弟姐妹来做 他则心安理得的和父亲独享家中最大的卧室 因为父亲希望他牢牢记住 他是与众不同的 朗莫退伍以后 凭借着夸夸其谈出色的口才 在面试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美国知名企业美龄证券的股票经纪人 从此寄身优渥的中产阶级 他更加坚定的把自己理解的成功学 源源不断的灌输给了安德鲁 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的确给他建立起了信心 他也不负期望 顺利的被美国首屈抑制的私立学校所录取 逐渐成长为了一个英俊又聪明的少年 父亲对他的溺爱更是变本加厉 安德鲁还未成年的时候 就拥有了自己的跑车 父亲对他的影响是那么的根深蒂固 特别是那句 你是与众不同的 已经深深烙印在了安德鲁心中 在学校里 他最喜欢用怪异夸张的行为动作 和高调炫耀的言辞来读人眼球 只要有他在场合 人们很难忽视他的存在 或者说他不允许别人看不见他 在拍摄毕业纪念册的时候 每个人都穿着德顶 表现得端庄儒雅 安德鲁的偏要反击道而行之 解开上衣故意摆出了放荡不敌的造型 来划中取宠 浮夸的性格并不是他赖以成名的唯一武器 高中时期 他就已经在零和一的这个圈子里 险山漏水 他毫不介意别人一样的目光 反而把这当作了自己 那与众不同的又一个标签 在外招摇过世 这位父母眼中乖巧本分的男孩 凭借着长袖善武的手腕 穿梭于不同的男人之间 可谓是个名副其实的社雕花 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然而这些虚妄的美好 很快就破灭了 安德鲁高中毕业的时候 父亲因为利用职务 非法侵占了客户钱财的行为被发现 尽管说 他在接受公司调查的时候 强装镇定 势口否认 但FBR很快就找上门来 为了躲避牢狱之灾 劳莫也来不及和家人告别 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 驾驶着送给安德鲁的跑车 扬长而去 逃回了老家菲律宾 安德鲁自然不能够接受眼睛的事实 经过一夜的思考 他不顾母亲反对 背起行囊去找父亲 直到飞机降落在了马尼拉 安德鲁那一刻还依然相信 父亲为他的未来 早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那马尼拉的天气 真是闷热异常 出租车慢慢的接近目的地 安德鲁的心越来越忐忑不安 下车之后 他一脚踩进了肮脏的泥水里 周围也是破败不堪的景象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有一天自己竟然会涉足这样的地方 而逃到老家必然的老莫 宛如藏身于阴暗角落里的老鼠 没有了光鲜亮亮的样子 却还大方厥词 在亲儿子面前 继续编织着根本就不存在的美梦 安德鲁鼓起了勇气 在再三追问之下 老莫才只得撕开了虚伪的面具 他也因此暴跳如雷 偷骂儿子乃是个一无是处的懦夫 安德鲁心中那辉煌耀眼 宛如神像一样注意的父亲 崩塌了 当看到儿子留下痛心的泪水 老莫不仅没有丝毫悔意 反而将失败 全都归咎于过度的保守 当初自己没有骗到更多的钱 他将安德鲁仅存的善良示威软弱 踩在脚下碾着粉碎 唾弃他 咒骂他 并且第一次动手打了他 父亲的无情 与丑恶嘴脸 像一柄利刃 深深扎进了安德鲁心里 回到美国以后 安德鲁对此行赤字为题 也彻底失去了经济的来源 一家人只能搬出房子 住进了一间狭窄的小公寓 而为了生计 他破天荒的去应聘便利店的终点工 填写资料时 经过一般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还是被虚荣欣给打败了 从此 他就将自己包装成了体验生活的富二代 更是对外宣称 父亲在菲律宾拥有一望无际的波罗种植园 这安德鲁不仅在精神上自我催年 更是不愿意改变教师的生活习惯 显然 便利店里微博的收入 是难以支撑他的体面和精致 凭着对自身魅力的自信 他昂首挺胸 走进了一家特殊的中介机构 或许和其他人相比 安德鲁年轻聪明 颇具才华 接受过最好的教育 而且口才和口活都很了得 对任何的话题都能够新手拈来侃侃而谈 他坚信自己肯定是大家炙手可肉的伴侣 可惜他浑血压抑的外形 在一眼就能定输赢的肉体市场上并不讨戏 最终 只好灰头突脸的走出中介所 决定自己去推销他自己 虽然说奇惑可居 可也总得有人慧眼识著 几位名的安德鲁就把目标设定为了上了年纪 有了较高社会地位和名望的男人 显然 这样的人更加富有 也不会轻易的将私生活暴露在阳光之下 于是 安德鲁不惜更换姓名 篡改出身 仔细研究目标 喜好的口味 再精心设计自己的一言一行 这招很快就奏效了 他成功在一次慈善晚会上 俘获了中立的猎物 这位金主 也是第一个与安德鲁确定长期 潜色交易的人 靠着被人包养所得 安德鲁能够继续着他挥霍无度的生活 不久之后 他就因缘机会与大卫相遇 那大卫当时只有31岁 金发碧眼是个英俊帅气的大男孩 也是个颇有才华的建筑设计师 本来只是一次萍水相逢的雨水之欢 却让安德鲁陷入到了恶恋当中 难以自拔 他认定了 对方又是自己的毕生所爱 两人思想受受的事很快就被金主发现 就在安德鲁以为自己摊上麻烦的时候 金主竟然在烈焰的时候意外被人杀害身亡 于是 安德鲁再次展现出了过人的社交能力 无缝衔接上了金主的朋友 也便是第二位金主 并说服对方与自己在海边共筑爱巢 这里也不难看出 安德鲁早已经将金主爸爸锁定为了事业成功的资深老男人 而且当时的美国社会 对0与1这个圈子是持着否定的态度 作为成功人士更加不会曝光自己出贵的黑历史 也给安德鲁提供了编造谎言的资本 新金主白手起家在商场打拼数十年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在和安德鲁秘密交往的时候 他已经58岁了 刚刚失去爱人 将安德鲁示威了生命当中的一道曙光 每月支付给他高昂的生活费 还给他买了一辆豪车 经常带着他飞往各地前去旅行 而另一方面 安德鲁则想尽一些办法来取悦大卫 以此维系两人的亲密关系 他借用了金主的豪宅大半生日派对盛情邀请大卫参加 派对上他恳求了从海军退役的朋友阿杰 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 在大卫面前制造出一个炙手可热的形象 但他的谎言已经被金主的朋友察觉 安德鲁疲于应付之境 老相好李先生也千里迢迢地跑来庆生 更令他不安和嫉妒的就是 阿杰和大卫初次相见就已经相谈甚欢 他一方面害怕暴露身份 另一方面又担心被阿杰挖了墙角 这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要掩盖一个又一个皇爷的安德鲁是多么的心力交瘁 得亏了他有着天衣无缝的演技 才能够继续游走于金主与爱人之间 与金主交往一年过后 安德鲁要求提高自己的待遇 比如说涨工资买跑车 把他写进遗嘱里继承金主的遗产 可他的贪婪竟然已经如此的昭然若迁 自然就被金主所拒绝 他出于好意规劝安德鲁不妨找个正当的手段去谋生 并表示愿意资助他完成血液 谁想安德鲁却对此赤之以弊 以气之下他搬出豪宅 其实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他相信过不了多久金主就会向他低头 而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段空档期 对大卫展开机内的追求 只是他的追求方式也毫无新意 无非就是炫富 消费疯狂的撒钱 反而让工薪家庭出身的大卫 非常不适如耿在喉 最为根本的问题就在于 大卫并不喜欢他 被自己至爱之人拒绝 或许也是安德鲁平生经历的最大挫折之一 时宜的安德鲁返回纽约公寓 信用卡账单也随之而来 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金主彻底抛弃 就像一只胆敢跟主人叫喧的小狗 其下场注定是凄惨的 他把身上仅存的钱全部用来购买毒品 在醉生梦死的幻觉当中 仿佛过上了皇室一般的尊贵生活 连时装大师范思哲都亲自为他良体才艺 他将自己的娇奢挥舞解读为了慷慨 而范思哲能够成名只是偶然与运气 范思哲对此不知可否却说了一句深深刺痛安德鲁的话 我有爱人而你没有 这就是他们在剧中的第一次交集 可讽刺的就是这段对话完全就是安德鲁的异象 却为他之后的疯狂杀戮买下了种子 走投无路的安德鲁决定孤注一掷 他飞往了明尼苏达州想要寻找爱人大卫 花言巧语的骗过信用卡公司提升额度 这才获得了此金的旅费 出于道义大卫和阿杰一起来接机 安德鲁表面上很高兴心里却更进一步坐实了 对方两人一定是暗同款区的猜测 之前安德鲁向阿杰的家人暗示过他是同性恋的事情 两人为此早已闹掰 所以阿杰也冷淡的表示没空陪他 但可以借自己的公寓给他住一晚也算是仁至义尽 尽管如此安德鲁还是先来到大卫的住所 拿出了一块bling bling的大金表向大卫求婚 希望能与他终身一伪伴大卫十分纠结不由分说 先把表给他带上了 晚上两人在酒吧遇到大卫同事 安德鲁又按捺不住开始了日常的炫富 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成功人士的人设理住了 可大卫已经经过阿杰提醒 对安德鲁的身份已经心中有数 更是无法接受安德鲁夸张的吹嘘 回家过后他立刻便返还了安德鲁的礼物 并把他送出家门 第二天阿杰呼到公寓看到自己珍藤的军服被安德鲁弄乱 这无疑亵渎了心中自己最为神圣的地方 于是两人又爆发了一次激烈争吵 阿杰甚至公开的唾骂安德鲁就是个骗子 没有人或想和他在一起 只安德鲁是如此自拗 得不到别人的爱与认同 则是他心里最为疼痛与敏感的地方 而在这个地方已经被阿杰狠狠的践踏 可想而知他内心的暴露就像是沸腾的容颜将要喷勃而出 可一向言辞善变的安德鲁竟然喊地沉默了 他一言不发 咬牙切齿的离开阿杰家 只是偷偷的带走了他的手枪 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 安德鲁已经开始了编织他杀人的计划 谁会是首当其中的受害者呢 他又因何一发不可收拾 无数欺身的安德鲁来到了大卫家 善良的大卫再次接纳了他 因为刚刚接到了一个新的设计项目 大卫此刻心情大好 兴奋地与安德鲁分享这份快乐 却无形当中又一次刺到了安德鲁的痛处 眼看着大卫的人生不如正轨 可他自己却是穷困潦倒无数牺身 该用什么样的法子才能留住爱人的心呢 这一天夜里没明想了 原来阿杰发现家中丢了手枪 特地来找安德鲁行事问罪 安德鲁坚持要大卫下楼去开门 他甚至已经能够想象出 阿杰在向大卫吐槽的嘴脸 进门之后还没等对方开口 安德鲁就砰的一声关上门 举起锤子朝阿杰头上砸去 一旁的大卫吓得摊落在地上 震惊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完全丧失了行动与思考的能力 颤抖着连大气都不敢出 就这样砸了二十多下以后 阿杰的脑袋已经像开了瓢的西瓜 没了细细 安德鲁此刻好像虚脱了一般 脱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到大卫眼前 用沾满了鲜血的双手来抚摸一世安慰 此刻被恐惧所支配的大卫 脑中早已是一片空白 像个提线木偶一般任凭安德鲁操控 他们一起沐浴更衣之后 大卫方才慢慢冷静下来 嚷嚷着想要报警 可安德鲁却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 以关怀为名提醒他 如果事情败露那大卫也难逃老狱之灾 说着还从背后掏出手枪把玩 那一刻大卫瞬间就慌了 只能暂且挂掉电话 就这样心理斗争到了后半夜 还是打算向父亲求助 可再次被安德鲁所打断 他继续给大卫洗脑 这样做除了牵扯更多的人进来 别无疑处 而且大卫也不得不承认安德鲁所讲的话 在那个社会普遍恐童的年代 警方断然不会相信 他是个同性恋的变白 因为整个社会 都对这个群体抱有偏见 至此大卫已经被安德鲁严密的监控 以及那心理战术牢牢的控制住 迷迷糊糊的就上了贼船 眼睁睁的看着安德鲁 用地毯卷起了阿杰血肉模糊的尸体 两人有何力将之挪动到了墙角 如此在不知不觉当中 染指了这桩血案 第二天大卫和安德鲁窝居在家 反复摇摆之间难以抉择 而向来守着的他无故缺情 因此同事也随即找上门来 只是不管怎样敲门 只听到屋子里传来了狗叫声 却无人应门 等管理员拿来钥匙 看到满地血迹在手的人都吓傻了 与此同时 在安德鲁的恳求与胁迫之下 大卫已经和他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 警方抵达公寓之后 对现场进行初步勘察 特别在得知大卫是同性恋过后 便陷入为主的错认了凶手 将阿杰的死归结到了大卫的头上 由此可见 社会大众对南鲁的偏见并非只是谣传 而大卫也曾为此苦恼过 他长久的隐瞒真相 知道毕业论文 获得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 才鼓起着勇气告诉了父亲自己的兴趣向 但另一方面大卫又是幸运的 父亲的回答坦率而又开明 坦言虽然意识无法接受 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对儿子的爱 更不会将之始为异类 之前为此承受了巨大压力的大卫 终于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 直到警方找到大卫家时 父亲依然坚信儿子是无辜的 大卫心软到连一只鸟都不认伤害 又怎么可能去犯下杀人的重罪 可警员依然是不依不饶 拿大卫的兴趣向说事 往年迈父亲的心上又捅了一刀 令其牙扣无言 另一边带着爱人远走高飞的安德鲁 此刻心情无比灿烂 他乐观的筹谋着接下来的计划 首先要去芝加哥找一位富商李先生搞钱 然后再设法出境逃到墨西哥开始新的生活 不得不说 如此齐聚的路线也真是不常见 大卫明白 这都是安德鲁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被挟持着也不敢反驳 只能是听之认知 暗地里则在寻找着摆脱安德鲁的机会 当晚 安德鲁把车停在了一家酒吧门前 他能够看出大卫此刻心情低落 想带他去放松一下 这可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大卫接口要去骑手间 而安德鲁竟然没有跟随上去 趁着私下无人之际 他脱下外衣 砸开窗户玻璃 自由就在这触手可及的地方 渴望着外面车水马路的大街 大卫却茫然了 时间那么大 公开出轨的男童就像是过街老鼠一般无处牺牲 或许还因为他谷底的晒良 不忍就此抛下安德鲁 而此刻 安德鲁却完全沉浸在了歌手那略带杀的声音当中 有谁能在跌倒时伸出援手 有谁曾在意你的梦想 谁会在你颤抖时敞开怀抱 今夜有谁能带你回家 如气如素的旋律 创击着安德鲁的内心 任他止不住善然泪下 恰好此时大卫返回 他紧紧的握住对方的手 仿佛抓住了生命最后的救命稻草 认定了彼此将永不分离 可惜这一次他又错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大卫的确爱过他 但这份爱里面更多的是崇拜 毕竟那时的安德鲁 是如此的光鲜耀眼 出手阔绰 谈吐不凡 另在小地方长大的大卫 羡慕不已 可谁知道 到头来 那一切全都是谎言与骗局 是安德鲁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一路走来 大卫也越来越清醒 他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又该怎样去获得 他开始鄙夷那不劳而获 夸夸其然的安德鲁 更看穿了 他对阿基的谋杀 绝对不是冲动 而是早已设下的骗局 并且卑鄙的利用了自己 在撕开了伪装过后 他们之间的情分也已经消耗殆尽 大卫并不愿继续被安德鲁所操控 争执当中更是险些酿成车祸 而安德鲁则把车开进了一处荒地 拔枪指着大卫 凶狠的质问他为何宁愿自首坐牢 也不要与自己双处双飞 大卫知道 安德鲁此刻已然动了杀心 他跪在地上用颤抖的声音哀求他 可安德鲁也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无法容忍自己的权威和自信 受到任何的质疑和批判 在大卫转身逃跑时 安德鲁终于扣下了板击 磁弹贯穿大卫的背部 他仰面看着那惨淡的阳光 想起了天真的少年时光 他无法想象 人性的黑暗与丑陋 以爱之名包裹的恶意 竟然会如此之甚 安德鲁则静静地扶在大卫身上 等待着天色一点点的暗淡下去 等到爱人的身体渐渐冰凉 他缅怀着两人相识相恋 直到风奔离析 痛心而又无奈 正如父亲所讲 他是特别的 所以他也注定了只能一个人火灶下去 对二人通下杀戮的安德鲁 变得越发的冷血凶残 恐怖的是 因为警方的懈怠 他至今未被通缉 也为后面更多人的遇害埋下火根 而安德鲁本想要拜访的李先生 乃是芝加哥一位知名的建筑设计师 以及地产商人 于太太是一对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 白手其家到今天的腰缠万贯 太太则在丈夫的支持下 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 于是经常需要在电视上抛头露面 展台宣传 事业经营的风生水起 两人还携手出席高端的社交宴会 李太太毫不吝惜自己对于丈夫的赞美之词 夸他乃是一位优秀的父亲和完美的爱人 两人举案欺美的婚姻令许多人羡慕不已 可回到家后 只剩两人独处时 他们的言语之间却变得疏远起来 李太太早已记不清 上一次和丈夫亲热是什么时候 他习惯在睡前抹些香水 却再也无法唤起伴侣那有为的激情 说到底 还是因为李先生也是个隐藏的同志 将近如宾的婚姻 也不过只是演他人耳目的伪装 这一天 李太太本想带丈夫去外地录制节目 可丈夫却借口不愿面对摄像机而拒绝了 之后却在妻子离开之后 沐浴更衣正容其事的精心打扮 接着他期待一个的贵宾安德鲁 则扣开了大门 其实两个人在之前就已经有所来往 上期的视频中曾经讲到 李先生还曾不远千里去参加过安德鲁的生日派对 可见对他是钟情已久 久别重逢 难言激动 特意邀请安德鲁留下过夜 看来是有许多话想要粗细长谈 只是安德鲁显然不是为了再续前缘而来 他无心去聆听 李先生对设计的世界第一高楼侃侃而谈 甚至于将其误解为一种炫耀 是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打压与嘲讽 在安德鲁看来他们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前色交易 什么理想和努力全都是空谈 而他年轻的肉体和桀骜不逊的克星 仿佛给年迈的李先生带了心声 叫他无法抗拒一轮清理 安德鲁顺势拉着李先生来到车库 说要玩一场刺激的游戏 李先生十分的配合照单全收 毕竟他按部就班的人生从来都没有疯狂过一次 由此也能看出 安德鲁的确是个独心的高手 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需要 因此轻易的便能够俘获猎物 这样的智慧要是能够用在正道上 前途恐怕早已经是不可限量 眼归正传 在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安德鲁高高在上 用少计的视角俯瞰着动弹不得的李 为所欲为的折磨他 杨莲要揭穿他男同的身份 令其在死后身败名裂 这可谓真是杀人有诛心 可怜的李先生 自己的一生就是个白手起的励志故事 并期望能以此激励更多 像安德鲁这样的年轻人 去走出舒适圈勇敢奋斗 可最终却和大卫一样与人不输 凄凉收场 得手之后的安德鲁纠战雀巢 悠然自在的登堂入室 打吃打喝 还毁掉了李先生引以为要的设计图纸 最后带着所有的现金珠宝 开着李先生的轿车逃着摇摇 几天之后李太太走出机场 却未见到约定来接自己的丈夫 家伦的电话也无人应答 自然已经隐隐觉得石有七条 直到警员赶来 在车户找到李先生的尸体 那鲜血淋漓的死状让人触目惊心 正如安德鲁所言 他给李先生穿上了女士内裤 身边还散落了一地的同志杂志 警方向李太太通报了调查的结果 可他却拒不承认丈夫兴趣向的事实 坚称这只是一起盗窃的杀人案 在警察面前表现的强势无情 无非只是为了维护丈夫和家人最后的尊严 警方这边通过李先生的社会关系 终于弄不清了凶手的身份 并正式向全国发布了安德鲁的通缉令 同时还掌握了一条宝贵线索 原来李先生的轿车上装有车载电话 只要接听便能够就此确定车辆所在位置 只是这条至关重要的消息不知怎么竟然被媒体获得 还经由新闻广播大肆报道 那安德鲁知道之后赶紧便拆掉了电话机 却仍然是心有余悸 便开始盘算了再偷一辆车 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搜索 他盯上了一位独自在外送信的邮差 于是一路尾随到了工作站 那里恰好也是个僻静无人的所在 邮差面对黑洞的枪口毫无挣扎反抗之躯 直到被安德鲁逼近了地下室 还申诉着自己上有佬下有小 期盼着能够活命 只是此时的安德鲁早已经是狮子多了不养 对杀人驾轻救赎 就这样又一条无误的生命被他夺去 至此安德鲁已经杀害四人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连环凶手 这部分情节除了展现他进一步的堕落人性 和无可挽回的累累命案 导演还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度 大量的镜头与对话渲染了同志遭受的社会歧视 以及不公待遇 仿佛被冠以同志的帽子就像是沾染了某种可怕的瘟疫 或者说直接便被视为了平行不断的异类 所以大家都竭力的隐瞒去掩饰 年轻的大卫也同样如此 而深贵李先生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潜伏伪装着 哪怕为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甚至对至亲的爱人都无法倡态心扉 意图为快 反观其家人的表现 似乎对此也并未给予足够的包容于理解 作为李先生的太太 两人相依相伴了几十载 要说对丈夫的取向全无察觉倒也说不过去 但就像她面对警方的询问时 选择被我身去视而不见 任其在阴暗的角落自长成了腾慢 紧紧的束缚住了自己 而李太太私下里对着朋友声泪俱下的倾诉当中 或许才是真实感应的流露 她也是真相的受害者 在那种有爱有恨 委屈压抑的生活里 慢慢耗尽了自己的青春 如果所有人都能够诚实面对 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 一心追心逐利的安德鲁 虚荣心不断的膨胀 更加无法正视自己平凡的人生 接着在嫉妒和怨恨的情绪之下 残忍杀害了朋友阿杰大卫 以及深贵夫尚李先生 和素不相识的路人邮差 那作为最后一名受害者的时尚大师范思哲 在此期间又经历了什么呢 话说范思哲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寻常的小镇 从小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 对设计女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与自己的父亲不同 作为母亲一直鼓励儿子去勇敢的追求梦想 但同时也提醒她一定要牢记 成功之路永远不会一帆风顺 必须为之付出心脑与汗水 并永不放弃 长大之后 范思哲和妹妹多娜携手创办公司 逐渐在时尚圈展露头角 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范思哲并没有独享这成功的果实 而是把对于时尚的追求和理解 传递给了原本并不太自信的妹妹 两个人虽然常有分歧 但在她的坚持和感染之下 妹妹多娜也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才能 更是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尚女王 到了1995年 范思哲做出了人生当中又一个重要决定 藉由美国某个杂志公开出柜 妹妹多娜却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 大家都将范思哲视为偶像 一点点的瑕疵都会被无限放大 更不要说当时的社会将出柜视为多么严重的问题 说不定会给偶心力学建立的公司带来恋顶之灾 只是固执的范思哲从来不会在意世俗的眼光 他不仅如期接受了采访 还带着相爱了十多年的恋人安东尼奥一同出席 多娜固然无法阻止哥哥 便迁怒于他的情人安东尼奥 两人也就此结下了梁子 事情发展到现在大家不禁要问了 一个是万众瞩目的时尚大师范思哲 另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男孩安德鲁 看似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两人 到底是因何产生了交集呢 在本剧的最初有这样一个细节 安德鲁向闺蜜吹嘘 自己在酒吧曾经被范思哲搭讪的经历 更鄙夷的称对方是个油腻的男人 事实却是正好相反 范思哲所设计的时装艳丽张扬 深得爱出风格和安德鲁钟爱 于是便爱屋及乌的对这位设计师也产生了兴趣 从各种杂志和报刊上收集了此人的资料 希望能够有机会亲近偶像 或许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吧里 他就真的见到了范思哲 几乎不假思索就上前攀谈起来 范思哲原本无意与他闲聊 可安德鲁却聪明地搬出了老香港 果然引起对方的兴趣 还凭借机敏的反应与过人的口才 与之相谈甚欢 范思哲于是就邀请他去观看第二天的歌剧演出 安德鲁借了闺蜜老公的西服和大金表 盛装到场 他心里已经认定了 范思哲肯定是喜欢自己 或者说一定会爱上他 所以他必须要毫无保留地展现魅力 将这次约会 当作自己走向人生巅峰的桥门砖 在赛场之后 安德鲁登上了舞台 在璀璨的灯光和升华的道具间 流连忘返 更是向范思哲宣称 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计划 就是要将原生家庭的传奇故事写成一篇小说 成为和范思哲一样令人瞩目的人物 接着 二人的言语变得有些暧昧起来 不禁令人浮想连篇 而从此之后 他便经常将范思哲挂在嘴边 声称两人是亲密的工作伙伴 甚至还拒绝过范思哲的求婚 当然了 大多数人对此番说辞 也只是一笑之之 而接下来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7年的5月 已经连续犯下四状命案的安德鲁 驾车一路高歌来到了迈阿密 这里是及时行乐的度假天堂 也正是范思哲居住的地方 其实 一直以来 安德鲁对他的感情都非常复杂 在心里 他将范思哲视为偶像 是能够让他不费吹灰之力 轻松就能登上金字塔顶尖的未来理想伴侣 另一方面 他又经常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对范思哲的不懈 认为其今年的成就 不过只是运气罢了 接着 安德鲁静止开车 到了一家廉价的旅馆门前 用假证件和三分不烂之舍 就顺利办了入住 尽管此时 他已经被FBI列为了十大通缉犯之一 却丝毫都没有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打算 当晚 安德鲁带着枪 兴冲冲的去找范思哲 来到豪宅门前 却发现大门紧闭 里面更是一团漆黑 看来要接近这位名人 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 安德鲁只能暂且作罢 不过在那之后却仍然经常徘徊在房子周围 刺激而动 但是 另一个结束的问题 比下属的机会来得更快 那就是经过几天的逗留 安德鲁已经快要山穷水尽 或许是源于内心空虚 他又迅速交了个新的机友小胡子 两个人一起合计着 该怎么搞点钱来花 安德鲁放眼望去 海滩上到处都是来此度假的观光客 那其中自然不乏有钱有钱的大鱼 才片刻的功夫 他就相中了一条 和之前服务的客户相似的 深贵老男人 回到酒店 老男人直接就提出了想要暴力专业的要求 这可是安德鲁的强项 二话不说 就开始搭载身手 不过爱吃猪肉和看猪跑 毕竟是两码事 仅仅坚持了十几秒钟 老男人就痛苦的呻吟起来 像条可怜的虫子在床上扭动 争扎 安德鲁对此只是视而不见 跟着音乐望前摇摆 难道他是又一次想要谋财害命吗 在老男人命悬一线之时 他却抄起剪刀 剪开了胶带 吃瓜群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事后老男人也隐隐感觉到 这个看似人出无害的年轻人 如果不是疯子就是个魔鬼 可一番思量之后 还是挂断了报警的电话 选择忍其吞声 背后的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 揣着这笔钱 安德鲁和小胡子买了点快乐药 毕竟今朝有酒今朝醉 一向都是他的处事风格 可激情退去以后 空虚寂寞冷的感觉再次袭来 令人窒息 他不想整天昏昏噩噩 像蝼蚁一般度日 他可是那不甘平缓的安德鲁 注定要去干一番大事 就这样 他揣着枪来到了范思哲家门外蹲点 几天等待之后 在1997年的7月15日清晨 范思哲像往常一样醒来 在机密回宫的豪宅里吃完早餐 独自出门去买杂志 迈阿密海滩的阳光灿烂而又温暖 大事的心情也是轻松愉悦 不时和街上的路人打着招呼 只是谁能料到 死神的阴影已经悄然尾随而至 就在他掏出钥匙开门时 一位头戴红色压身帽的年轻人 从马路对面横冲过来 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此人正是年轻的安德鲁 只行砰砰两声 像一柄利刃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范思哲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呼喊 就倒在雪波当中 他的情人安东尼要牵到枪声以后 立即中出 但为时已晚 这一天 一代大师死于非命 于是成此 这范思哲毕竟是当时 迈阿米最有名的人 门天各号 媒体 粉丝和吃瓜群众 从四面八方涌到号站门前 记者们为了抢占头条 架起了长枪短炮 也有路人为了搏出位 穿着奇装衣服在犯罪现场走秀 粉丝和无数的民众 更是无比的激愤 要求严惩凶手 至此 麻痹大意的迈阿米警方 才正式展开了对安德鲁的追捕 直接反思者的妹妹多娜 记忆时间乘坐私人飞机 从意大利赶来 而当晚 失魂落魄的安德尼奥穿着血液 接受着警察的问询 等到多娜抵达以后 当即就终止了他们的谈话 多娜至今仍然不满于哥哥的同情恋黑掉 现在更是把一切过错 都归咎于安德尼奥 只是 为了家族苦心经营的事业 不得不引人起来 在失去至今的巨大悲痛面前 他也要努力的保持冷静和清醒 不允许任何人向外界透露 自己哥哥的私生活 而在枪杀了范思哲过后 旅店对安德尼来讲 显然是不能再回去了 他便撬开了一处私人的船屋 住了进去 喝着主人储藏的美酒 看着电视里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 那一刻 他为自己干成的大事 行文不已 他的照片 和万人惊养的范思哲 终于放在了一起 意味着 他也成了美国驾驭呼响的人物 到了第二天 他又换了身衣服 准备继续驾车逃亡 可看没有开出城 就发现警方已经铸首在了各条要道上 对所有通过的车辆进行严密的盘查 他这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只能抛下汽车 重新逃回船尾 躲藏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 事件持续发酵 愈演愈烈 警方先后找到了他的机友小胡子 以及安德鲁的母亲 追查他的下落 看到母亲蒙着毛毯 在慈禧彼伏的闪光灯 和乌羊羊的人群簇拥下 宛如惊弓之鸟 悬缩着身体钻进警车 安德鲁的脸上 早已经没有了扬名天下的自豪 有的节目 甚至还有他的闺蜜进行采访 外界一片的讨伐声中 闺蜜却表示 他认识的安德鲁 风趣幽默 善良慷慨 远非大家口中的冷血杀手 作为朋友 自己会无条件的爱他 安德鲁那一刻不禁眼寒热泪 在浮夸骄傲的外表之下 他一直都是个缺爱的孩子 如果没有被他崇拜的父亲抛弃 没有被他深爱的大魏所抛弃 如果能够有人早点对他说出这番话 他或许便不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而之前所翻译的血淋淋杀戮 装装案件又被媒体扒了个监光 无疑是他的精神摧残与折磨 不仅如此 船屋里的食物也即将耗尽 谁能想到 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安德鲁 居然会沦落到以狗粮果腹的境地 走投无路的他 想起了曾经的精神支柱 冒着被抓获的风险 他用身上紧身的零钱 联系上了原在菲律宾的父亲 时隔多年 他怀着难以言说的爱与恨 在绝望当中向他最崇拜的父亲求助 当得到对方会在一天之内赶来的承诺时 他终于抑制不住的哭了起来 然而24小时过去了 心事淡淡的父亲并没有出现 而是在电视上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夸战着安德鲁的与众不同 吹去着自己教子有方 还大方厥词 要把安德鲁的经历拍成电影 拥在史册 看着这个满口谎言的父亲 安德鲁的心彻底死了 他本该平凡而又幸福的一生 早就被这个道貌黯然的男人给摧毁 在枪击案发生的七天以后 范瑞特葬礼在意大利米兰大教堂举行 包括戴安娜王妃在内的各界社会名流 云集于此 媒体也向全球转播了这一隆重的仪式 看到报道的安德鲁特意找出一台投影仪 将画面映射到了整面墙上 原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盛况 望着那一个个身着黑衣 表情肃穆的社会名流 他自己仿佛也置身其中 与嘉宾们齐声高唱着祝道词 适者一役 生者又该以怎样的面貌活着呢 首当其冲被波及的就是安东尼奥 他提出了想要搬到范思哲生前为自己所购置的房子里安度余生 但多娜却告诉他那房产早已经被董事会给没收了 总之范思哲的财产 他是一毛都不要想拿到 且不说多娜向来瞧不上安东尼奥 这同性恋关系本身就不被社会所接受 更别提获得任何法律的认可与保护 于是在范思哲申雇以后 情人就像是一件没有价值的附属品被当成垃圾扫地出门 至于安德鲁葬礼结束之后不久 船屋的管理员就发现了此处入侵的痕迹并迅速报警 整个迈阿密的警员可谓是清朝出动 河枪实弹将整个船屋重重包围 空中还有着直升机盘旋监视 安德鲁可谓已经是插翅南飞 在警员持续不断的喊话声中 孤立无援的他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回想着一路走来所有的骄傲与挫败 欢笑和泪水 他想要成为人上人的梦想就像是阳光之下飘浮的泡沫 美丽而又脆弱 轻轻一碰便碎掉了 他慢慢的挪动着身体端坐在床上 下一刻警员破门而入屋内昏暗不明遍地狼藉 而安德鲁也平静的摘下眼镜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子弹穿过大脑的瞬间 他或许会想起七年前在歌剧院与范思哲的那次私人谈话 在璀璨多目的灯光下他第一次站上了舞台 表示自己想要做个特别的人 可眼神里却充满着困惑落寞与委屈 因为别人只会用敷衍和虚伪来回应 他曾经追问范思哲这是为什么 对方只是微微一笑并对他讲道 你何必要求别人去相信 只需要自己用行动来证明 其实反观安德鲁短暂的一生 虽然遇到了个不靠谱的父亲 可却一直都有善良的人在教他正确的东西 不管是没有存在感的母亲 还是自己的金主 又或者是大卫阿杰李先生 以及范思哲本人 每个人都告诉了他要诚实坦率 要去靠勤奋和努力去追究成功 可安德鲁最终还是选择了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说到底每个人终究要为自己的人生所买单 不论以何种的目的与方式 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安德鲁 终究是难辞其咎 我是书林熊木 感谢您选择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